台北市今天一整天则忙着重新的整理市容 尤其台北市有16000多棵的行道树都折断或者是倒塌 是最难整理的部分 台北市长黄大洲今天呼吁民众自己也卷起袖子 来帮这市政府来整理市容 说到狂风暴雨的摧残 台北市的行道树被折腾的相当凄惨 到处都可以看见折断倒塌叶子掉满地的景象 许多粗壮的大树也被连根拔起 红砖道上全部都是一棵棵倒下来的树 台北市政府估计这次被风吹倒塌或折断的树木 就有一万六千棵之多 如果再加上被连根拔起的大树 遭受损失的数量更是难以估计 倒塌的树木除了影响交通 也使得停在路旁的车辆遭殃 一辆计程车就被倒下来的大树砸得半毁 此外还有一辆停在路边的大巴士也被风吹翻了 可见17级风的威力 台北市政府目前已经全力动员展开了紧急复旧计划 此外台北市的车型地下道都严重积水 车辆经过积起大片水花 给台北市民带来极大的不便 而在建筑物方面 最现代化的台北国际会议中心 外表的瓷砖都被墙风刮了下来 而台北市议会门前的字样也被风吹掉了 至于台北市捷运工程的围离 初步统计至少有450公尺被吹倒或者是歪斜 连大型的工作平台都被吹得东倒西歪 面对灾后的台北市容 华纳州市长呼吁全体市民一起动手整理家园 在你的家庭周遭 那比较轻易的自己工作 大家协调一下 台北市已经有多年没有受到台风侵袭 黄市长希望这一次教训 能提醒民众平时就要做好防台准备 超级大型的高台准备 华纳州市长呼吁 华纳州市长呼吁 华纳州市长呼吁